真是早逆 这孤瓜老人真的太可怜了 就一细想吧 魏萍一个人过日子也挺可怜的 谁是魏萍 魏萍吧就是我今天认识一个老头 我说我今天回家的时候 我怎么没看见你 感觉你是去认识老头儿去了 你今天白天回来了 我不回来我怎么知道 你去认识老头儿去了 我文件落在家里 我回来取文件 我一看 人哪 这么大热天还光光往外跑啊 你不是说我认识老头 老师给我交代 就是什么情况 坦白从头抗击从业 说 再来认识的 哎呀 解脂肪很好 不是你想的那事 我想哪个事了 你们自己心里见 快点快点快点跟我说 你在哪认识的 说 老年活动中心 那啥时候带回来跟我见见 你破老头子有什么可见的 特没见 还破老头子 那你提人家 就这么一说呗 你说这话你更没劲 你比那老头子还没劲 是吗 我没劲你没劲 我看有事 不高级 你搞谁 你这 这都好得想想 我得高级 真想 叫什么声 魏平 测没劲的名 这名字还真是 没有罢那名 老头好吗 这个真是年龄才是 什么呀 特格色 真不好 矫情 不好 因为我那家不提 对 不提她 谁提她呀 她真是还能提起她 我说看见那孤瓜老人 莫不就想起她 她就是孤瓜老人 我说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儿女 反正她一个人住 那么大一个房子一个人住 孩子也够多呢 还知道自己一个人住 你怎么知道人家一个人住 我不知道 她说的呀 就是 她跟我说 她说房子挺大的 一人住 可以进联盟调查局 哈哈哈哈 她说房子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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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房子挺大的 开门 开门 开门哪 你干什么呢 在乎没有啊 大姐姐干嘛呢 大姐姐咬上去啊 那个 这老头自己在乎呢 我就敲了半天门 一点东西没有 怕他说点什么事 那您慢点敲啊 家人都睡觉呢 对不起啊 朝你们睡觉了 好 我慢点啊 老魏 老魏头 开门 老魏头 你干嘛呢你 你精神变了 还不到五点呢 你抢钱呢你 你总算是把门打开了 你都吓死我了 你还活着啊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一大清早就盼我死啊你啊 快进来 哎呀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满汉全席早点啊 我刚才看您生气了 我就逗您弯呢 我哪会做满汉全席啊 记住 嗯 早餐就是早餐 午餐就是午餐 晚餐那就是晚餐 不可以混淆 哎 记住了 不过你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来 你出来 你出来 往哪出啊 我不进厨房的 那你站这不就厨房吗 这条线就是一道墙 我不可以穿越 哦 这是一道墙啊 对 哦 那好 那我 穿墙而过 好 根据你的工作表现 嗯 你的试用期啊 过了 过了 你看看 方锦华同志 嗯 接用来 谢谢 这条钥匙 这房间所有的门都可以打着 唯独内洁 不可以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 只要执行 今天是周五 按照周五的菜股去做饭 没事了 那 这个 给你了 是 我直言 肖先生 您上一段婚姻 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哦 据我所知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 嗯 我想您压根就没有想过 再进入下一段婚姻 对吗 所以您不要误会 我和小夕的婚姻啊 正是我所考虑的 因为我对小夕是有感情的 只是最近有些问题 没有及时地处理好 我想 什么问题啊 可以告诉我吗 对不起 这是我的私事 你的私事 是的 问题是你的私事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家小夕 如何去选择今后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你有必要开诚不公地告诉我 实在抱歉啊 我并不想不开诚不公 只是 还没有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是不是您身边的女人太多了 这个世界上 最麻烦的就是我们女人吧 这一个男人想要甩掉一个女人 少择十天半个月 多择三年五载 或者更长时间 都有可能解决不了 如果光是女人就简单得多了 这个问题要复杂 因为它不是一两两个事情 萧老先生 对不起 叫先生就可以了 帮老子去点了 萧先生 我想您用了二十多年 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就算再给您个三年五年 你应该一样解决不了 我看说到底 还是你的心不成 梁女士啊 心成不成 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你清楚 那为什么小夕找过你那么多次 她对你提的问题 你一个都没有回答呢 我认为任何事情 只有到了水到渠成 才是最美好的 萧先生 我想有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搞清楚 现在 坐在你对面的 是一个有过生活 过过日子的成熟女 而不是那个大龄文艺女青年 梁小夕 小夕她还是个孩子 她很年轻 她很单纯 也很直率 只是 她在感情方面太幼稚 她宁肯放着自己大好的光阴 任期发霉 也要死守着一个 根本就不值得她付出的长辈 所以我希望 你还是放手 别再牵绊她 也不要再给小夕任何的希望 如果可以 我请求你放过我妹妹一把 好吗 好 服务员 买单 你好 买单 好 你这边请 快点 来点 吃点水果 不吃 刚买的 这水果都刚下来 特别新鲜 吃点 不吃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帮外人说话 对吗 你还知道你错了 你还知道你不该帮外人说话 那下次还敢不敢 我不敢了 那要是再帮别人呢 你惩罚我 我就收拾你 必须收拾 吃点吧 这还差不多 我跟你讲 今天我最主要的缺点和错误 就我一算的日子 今天这么个不高兴的日子 你还知道啊 嗯 你不知道哄我啊 你怎么哄你给你买的水果 吃点吧 嗯 来 嗯 做手 谁啊 那 那什么 那个 那个 谁啊 我们公司老吕要跟我喝点酒 好 几点了还出去喝酒 不去 我们哥俩老在一块喝酒 好长时间没见了 喝点酒 好啊 梁大海 我可知道了 你那点鬼心眼能帮得了我吗 哎 这大晚上呢 你给我买水果 是不是早就预谋要去喝酒啊 那不 有那方法因素 但是不全是主要给你买水果 滚 那我去了 赶紧去吧 别让我后悔啊 喜有了 快点 一会儿就火起来 再不走就后悔了 走了走了走了 怎么样 觉得这两道菜怎么样 嗯 挺香 挺香的吧 手艺没得调 哎 我告诉你们 菜就必须得色香味俱全 是吧 曾经跟你们怎么说的啊 做菜就得有灵魂 哎 大海哥 我们在试菜呢 要不你也试试 你太敬业了 下次玩不走试菜 好样的 必须的 那是你的店吧 怎么试啊 这这 得把头蒙上试 还蒙上头啊 必须得蒙 不蒙就没意思了 来 你先坐下 你蒙上啊 好嘞 先闻闻 嗯 闻 怎么样 香吗 好 这个味道不错 味道不错 我告诉你啊 这是一款菜 但是呢我用了两种配方 你试试 如果你觉得哪一种好 咱们就定哪一种了 行 好留哪一种 对 好 来 这是第一种啊 怎么样 嗯 好 不错吧 好 这是第二种配方 你试试 你尝尝 嗯 这也差的 嗯 我还喜欢那个温柔的 我对着麻辣的差的 我觉得它保留那个温柔的 麻辣将来必须把它取替 哎 麻辣吃了一天 嗯 温柔的啊 嗯 现在都不流行啊 你知道吗 都流行这种麻辣的 菜 老板娘 呦 这谁啊 我还以为你搂着你男朋友在这干嘛呢 嗯 没有 这我们在试菜呢 试菜 它有菜不错 我跟你讲啊 试菜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通知我 不是 你怎么在这试上啊 不是不是 想通知你了 这个菜啊就是什么呢 等我们试好了以后再向你汇报 对对 你闭嘴 梁大海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这不要去找老李喝酒吗 怎么喝到这来了 是啊 不是是我刚才把老板给 我在试菜的想法 我是找老李喝酒 喝酒完之后 搬到他们这试菜 我一看他们挺惊艳 我就配合他们一下 对 哎呀还真是 这试菜 吃的够热我朝天的 你也试菜挺好的 对 试试 好 这都是料是吧 对 然后就做成这样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红烧的 这是清淡一点 这是麻辣的 这有什么特点呢 这有意思吗 我 这川菜里比制 要好多了 咱做这是为什么呀 你尝尝挺好的 不用尝 这绝对过不了我的眼 你们俩呀 好好的在这试吧 试明白了 再嫌我汇报 让开 大海哥 嗯 在试 不是啊 我就 不在试不定是出什么事来的 不是 你呀你先忙着 我得找老李喝酒呀 真忙着啊 干的真没意思 来 葳先生 这回您放心 一点糖都没放 是按照菜谱做的吗 是 你看这些样 一样都不少 我说的不是品种 而是一道道的程序 那是必须的 从这几个菜的样子看 色 香 味 形 都很大的差异 用两个字来形容 粗糙 我 邀请这个 橙蛋 这个散蛋指数 水和蛋的比例 远远的都不达标 就像 我的脚后跟 你的脚后跟 长得什么样 我这只是一个比喻 像臭豆腐 毫无生机 其实臭豆腐也挺好吃的 别贫了 重来 重来 这老豆子 什么东西吃到肚子里 小环拉出来都是吃 你呀 你就是这 人 还放糖 我恨不得一包都放进去 我舔死你 鸡蛋打伞 快活 打伞的次数 必须达到 99 81次 这就是他所谓的 散蛋指数 战脚起了 你就是说 鸡蛋打多少次 不就完了 78 79 80 81 我就不打81下 我孩子 我就不打81 鸿鼠 你什么时候 跳到我身后的 你先没影子吧 我是妖精啊 不 您是神仙 神仙 我要是神仙就好喽 神仙只吃丹 不吃蛋 哎呀 我跟着您真掌见识 这就是人和神仙的区别 一个吃丹 一个吃蛋 我看您这个境界啊 可以吃蛋 不要跟我卖萌 重打 您看我这个岁数还有萌吗 啊 不是不是 魏先生 咱就把话说清楚了啊 重打可以 没问题 这个鸡蛋怎么办 这不是浪费吗 您再有钱您不能浪费东西 这太好办了 什么的 浪费的食材从你的工资里扣出 你自己可以选择吃了或倒掉了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那是当然啊 我每个月付三千块钱一个手册 是为什么呀 每个小职工来到我的面前 都要跟我讨价还价一番 我还做不做主意 好 您做主意 我颠覆不了您 我不干了可以吗 我不干了 哎 从现在开始 我进入屋政策出租 咱们解约 好啊 解约好啊 根据守则 需要向甲方 赔偿人才培养费 精神损失费 机会成本费 浪费表情费 共计一千元 掏钱 走人 哟 您黄顺那还是哪八天 你说我什么 我救你 不走 好啊 继续 多大个事 让开 咱们 过来 给你打破了 给人烧烟 一副烟 鸡蛋 扔到辣椒头里 开始烧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好数 完了 我刚才数了几下啊 完了 我刚才数了七下啊 那我打几下 不对 我数了七下 我打了六下 不对 就是七下 你搞错了 没搞错 就是七下 也不排除八下和六下 你说你在这儿想扔扔什么 已经给我添乱 我好不容易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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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算谁 这个蛋算我的 继续打 哎呀 完蛋了 什么又完蛋了 你自己进来看 我不进厨房 完蛋了 咱们总说完蛋什么意思啊 蛋用完了 用完了 用完了 不可能 我明明看见这好几排 这么这么先吧 咱们就说 完蛋了 你看 你自己看 进了 臭忙了 你这进来了 这没怎么着 也没晕 也没口多排猫 也没拱过去 是吧 也没死 干嘛就不能进呢 您就是 powder 做个几号抢 好可怕 标记 小伙子 打蛋 打蛋 你过去 你干啥呢 抽牙 让你下火热 别碰我 让你跟西亚火的事你打把伞都好 打把伞 让你热 你打把伞都好 给我打 拿个冰棍吃啊 你带着零钱了吗 你打 热烈又贴冷屁股 老实样 习惯 是吗 干什么 没干什么呀 走路了 别这样 怎么样了 什么别这样啊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问你为什么不理我 为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你不理我 我没不理你 我就想咱俩有点距离好 谁问你有距离啊 我怎么了 我到底怎么跟你说清楚 我怎么了 没怎么了 那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没不理我 我说有点距离 什么让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 有什么事让谁 谁谁谁说闲话 是谁啊 我怎么没听见啊 谁说闲话 你跟我说上 你还没听见 他天天骂我 天天熟了你你没听见呢 我乐意 我高兴 行不行啊 本来就没有的事 你非弄出点事来 我们本来就没事吗 是没事啊 就是没事吗 正因为没事了 我不理你是有原因的 有什么原因啊 是怕避嫌吗 还得避嫌呢 是避嫌啊 本来就没有的事 吃什么呢 工作餐 能吃吗 工作餐 怎么不能吃 不是虾做巴做的菜 吃的 有什么可吃的 你是老板知道吗 老板得吃好的 这就不吃 怎么不吃了 小看我你 我告诉你 你就是小看我 从今晚后 三百六十五天 我天天让你吃好吃的 样样给你不同样的 你相信 你们初吃做饭有个缺点 油太大 用点肃静的 肃我会啊 你早说 土豆酸 炒茄子 番茄炒蛋 豆酥的 绝活 豆腐 我两天一定吃你豆腐 小陈 把我们的烧鸡拿出来 好嘞 吃 烧鸡 快点 来喽 给老板吃啊 姐啊 咱上一家饭店就是这种情况 咱伤被老板娘生生育赶出来 在家待业了小半年 你怎么又 不是姐你能长点心行不行啊 费什么话呀 不蛋 小娘 你怎么了 走啊 走啊 你小看我了 好不好吃啊 我就知道你爱吃鸡 嗯 好不好吃啊 太棒了 原来没闻我这么香的鸡 嗯 小师傅 嗯 嗯 先去腿 给我看你 这光固形 嘴巴在张大里 对对对对对 哎 对 啊 在哪呢 哎呀你配合我一点 你这舌头呢 嗯 舌头再伸出来一点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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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好笑看到了 在那 快撒 快撒 好 老板娘 干嘛呢 老板把鸡骨头卡喉咙里了 我跟他看看 哎呦 卡骨头了 梁大海 我是不是坏了你的好事啊 妹 没有 没有我 在工作卡散了 卡散了 卡散了 哦 是不是有人在用嘴 帮你吸骨头呢 你别哭了 没有 没有 我刚吃了鸡 往里面这卡散 他一直给我咬 滴了出来 哦 就得脸对脸 然后嘴对嘴的 帮你去弄骨头啊 不是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如果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能说话吗 那是怎么样啊 没有我跟你讲 刚才吃的时候这卡的藏 我这刚拿出来 可以了 看了就 要不然我跟你讲 卡死了 你就变寡妇了知道吗 哎呦 你怎么不成全我 我真想当寡妇 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还真是不一样了 哎呦 梁大海 我来数楼数楼你 你还真是厉害了 自打这王文竹来了之后 呵啊 不是开小灶啊 就是没事晚上啊 哎 喝喝小酒 然后就玩那种自拍 是吧 要不然就是VIP的按摩服务 你怎么那么美啊 这完全不是一后厨 完全是后宫啊 你瞎瞎你 你这个样子啊 你说长成你这样的男人 没想到居然也有这花花肠子 别胡说八道 我跟你讲 我跟王文竹我们俩是纯粹的真有益 哦真有益 你蒙谁呢 我小时候就看你这样对我姐 等我长大了你又对我 现在你又对那个王文竹 你能不能画点新鲜的 不会新鲜的 我就我就这样人 哎呦 承认了 你别瞎说 我们俩真的没事 你这天这么说我没办法了我跟你讲 你什么你没办法了 我都看见了 什么叫没事啊 你说我没问题我跟你讲 你别说王文竹 你刚刚刚心疼上了吧 我还没说他呢 你又向着他是吧 哎那次吃饭也是这样的啊 人家客人在那 你不就向着他吗 你心疼了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不就一开破出租的吗 我开出租怎么了 我开出租你们家同一桶金是我帮呢 开出租帮你们家拉你们家做服装 对不对 你们家第一桶金有我一半 没有我一半的话 起码那桶 那桶也是我帮你们弄来的 对啊就是因为那一桶我才嫁给你的 我才下嫁给你 当年追我的人有多少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当医生的当官的当老师的 人家都在追我呀 对 都都是别人追你 什么当官的当这当那的 还有人叫文家庆的追你对吗 你 一提文家庆你老实了吧 一提文家庆你当时就傻 你要后悔你找他去 老大海 你太过分了 你别拿这事来恶心我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宗米现在什么都没有 心里只有这个家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 你拿着那个小妖精 现在你就来欺负我 来欺我是不是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被这个家都操碎了去 你早是干嘛 你早说啊 你早说我早就给你腾地儿 我跟着文家庆走 你好跟那个小妖精勾搭是不是 我说我少联系吧 这还没联系呢 又挨一顿骂 没磨狗 就吃了个鸡 假的吧 你怎么还没走呢 你离我远点好不好 别让我这儿走 你怕了 只要咱俩凑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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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挨骂 省点事吧 我说这事真挺奇怪的 你说只要咱俩凑了一块 怎么就老碰上他呢 真可怕 你说邪性吧 你看我坐着你站着没事 只要你坐我旁边 他不定在哪儿出现了 准能看见咱俩 你多邪性 是啊 那本来咱俩就有事吗 别胡说八道 咱俩有什么事 怎么没事啊 谁一定帮你弄骨头来着 谁弄的 鬼弄的 你找我 看我就不信了 找我 我还得搂着你呢 这不看见看见呗 我才不怕呢 你惹事 你什么事 我怎么惹事 你跟我坐了下 怕什么呀 你说说呗 你到底对我什么感觉 你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假话 听假话 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 那真话 就是你愿意让我在这儿待着 是吧 是 自从你来了以后 这酒店里 就好像多了一盏灯 原来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 自从你来了以后 我特别愿意在这儿待着 那你说 我只是说如果 我只是说如果 如果咱俩 真怎么着啊 你说你能怎么着啊 咱俩要是想怎么着咯 我开车 拉你出去 找个没人地儿 想怎么着怎么着 她还能怎么着咯 你看嘛 Haj愛 加热冲的天 挺凉快的哈 今天中午 凉快多了 puedan吃吧 咱俩出去溜溜行吗 咱俩出去溜溜行吗 咱俩 看这点溜溜还真好看 好看吗 好看 你喜欢我穿厨师 你还喜欢我穿这身 我喜欢你穿厨师的衣服 不可能 因为我看你穿这衣服我难受 为什么呀 为什么带我上这地儿呢 这什么地儿 这是我的伤心地儿 这么好的环境怎么会伤心呢 我是从这里离开的呀 当然伤心了 再说我要不离开这儿 我怎么能碰上你呢 我明白了 这是跟你男朋友分手的地儿 你带我来就是想让别人看见 你旁边有男人了对吗 是不是这么想的 原来是这么想的 可是现在不是 你离我那么远干什么呀 在你后面看你在前面走挺好看的 跟一幅画似的 骗人 你怎么想我不知道啊 你不是说咱俩没什么吗 还就没什么 那你就是怕人看见 你干什么 我就想让别人看你 怎么了 哎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求天长几乔 不求天长 别用这么一会就碰他 嗯 哎 要不这样吧 我们俩在一起 在一起干什么 开个饭馆啊 你依然是我的脑子 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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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是你的小子 小什么 小厨子 对不起 你真是 这首歌好大 我相信你男朋友肯定知道 我的任何完成了 这次这个音乐下龙 咱们不是拿得来吗 我这个年终奖今挺高的 你的看一眼 乡丹 你老大 来来来来 看一个音乐沙龙怎么样了 怎么样 音乐沙龙的这个活动 归我们办了 好了 听我说听我说 时间定在下周六的两点半 地点是一号地 嘉宾有150人左右 场景 灯光 摄影 食物 你们全部都要把这个报价给我做好了 好 好 见到我们崇拜的明星了 见到明星可以 但是活动一定要成功 没问题 李老大 我们的口号是 我能我行我可以 开工 老大 这是一伙主题沙龙邀请的嘉宾名单 你们看一下吧 肖爷 对 肖爷 肖爷是主办人 花桥女高音歌唱家 孟女士的朋友 也是一位主名的音乐家 她曾经在国家大剧院 行了 我知道了 小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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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先生 你可不知道 孟静老师的这次机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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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跟您做那个专访 不过我改了一个时间再做一个吧 行行行 你约时间 好 你知道呢 肖爷老师被重的美女工作少几年了吧 你好 你好 我是这次音乐沙龙的主办人 孟静 好 幸会啊 我叫梁小夕 是这一次音乐会的负责人 是蛮年轻的啊 这场音乐会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尽管跟我沟通就行了 没什么意见 很简单的一个音乐沙龙 你就负责在这里签客就可以了 哎 梁静啊 哎 小夕 你怎么在这啊 这个沙龙就要给你们公司办了吗 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现在知道也不迟啊 哎 梁静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梁小夕 你不用介绍了 我们都已经认识了 亲爱的 对了 你去忙吧 这里没你的事了 走 好 这就是梁小夕 你去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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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忙吧